大家好 我是龙飞 今天是2月17号周四 那么今天的大盘呢 是再次走出了震荡的一个走势 最高点呢 是达到了3480点 那么之前的一波高点呢 是在我们的一个20线的一个位置 那么今天呢 再次是没有站上20线啊 但是依旧是目前站在了5线和10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今天的一个成交量来看呢 是处于一个稍微放量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依旧是收出了一个十字心 那么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呢 上方是有一个20均线 以及3500点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下方呢 是有一个3447到3453点的一个缺口 暂时还没有回补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十字心将会在近期呢 再次做出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 那么在复盘之前呢 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文章 对于打盘的一个预判啊 那么昨天呢 文章写到是跳空高开震荡上行 那么周三啊 我们的指数呢 是在利好消息的一个影响下呢 是直接跳空高开 全天呢 是震荡上行 收复了5线 而且回补了之前3457点的一个跳空缺口 但是在指数下方呢 又留下了一个3447点的一个调空缺口 走出了一个缩量上攻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正好是对应了我们3447点的一个调空缺口 并且昨天的一个成交量呢 同样是属于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 也是上车了一支新的标的 也就是正平啊 正平呢 是在昨天呢 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加上周二上车的呢 这个浙江呢 也是两成的一个仓位啊 每支呢 一共是四成的一个仓位 在周三的时候呢 也是这两支标的双双收获了一个涨停 那么这两支标的 今天的一个表现又如何呢 那么像这个浙江啊 浙江涨盘的时候呢 是再次是出现了一个这个一字板 那么在五盘以后呢 是有所打开 打开以后呢 是再次封板 目前呢 还有8万多手的一个封单量 那么像这个正平呢 今天整体的表现呢 是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那么昨天呢 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两天的时间呢 也是最高涨到了20个点啊 但是很可惜啊 早盘的这一波冲高回落以后呢 在五盘后以后呢 却出现了一个大幅打压的一个情况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可以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 如果出现 当天出现大幅打压的一个情况啊 当天的一个正幅 基本上要接近 从天啊 到地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下车啊 这里呢 也给大家留下来一个疑问啊 如果说 这只正平 当天的一个走势 是出现了冲高 并且出现大幅回落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要下车啊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做一个思考啊 那么三 二 一 以后啊 给大家来交换答案 答案就是啊 要选择下车 原因是什么 因为之前的在这个文章当中呢 也一直和大家说 风控风控 永远是放在首位的 如果说在上攻的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大幅打压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早盘 像这个正平 是有机会去上车的 只是他早盘 开盘的幅度呢 是比较大的啊 如果说这一支标的 早盘开盘的时候 他的正幅 当天上车 就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当天三个点上车 当天的幅度 就出现了一个 三加八也就是十一个点的一个正幅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正幅 一般正常的一个 这种上攻趋势的标的 也是不会出现这么大幅打的 一旦出现这么大幅度的打压 包括 加上一个成交量的一个配合呢 可能说当天呢 就会有机构 或者是有油资开始出现一个下车的一个走势啊 当天的一个换走率呢 也是达到了一个59啊 所以说如果说当天有机会下车的话呢 一定要选择先下车 这也是为什么意思和大家说 封控一定要放在首位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在这个按照强弱排名的一个划分当中呢 分别是这个横宝浙江保利正平 还有这个这个美基姆啊 那么这五支标的呢 分别同样今天整体的表现呢 都不是非常强 在五支标的当中呢 全部都是收银 只有一支浙江找盘的时候呢 是一字版 那么保利呢 在找盘的时候呢 就直接出现了超过五个点的一个正伏 那么保利呢 今天是没有机会上车的啊 那么正平呢 是找盘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在找盘的时候呢 处于正常的一个开盘 但当天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打压的一个走势 那么像美基姆呢 找盘也是直接是3.62的一个开盘 最终呢 是收跌了一个8.32啊 也是说明近期市场的 这种高位标的呢 是再次发生了一个风向的一个转变 那么像横宝呢 找盘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出现大幅的低开 超过了五个点啊 同样也是出现了找盘冲击涨停 但是依旧是没有冲击成功 最终呢 是收跌了这个9.14啊 整体的今天的涨停板的表现呢 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差 那今天的一个涨停板的一个指数啊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也是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找盘的时候呢 是创下了新高 但是呢 依旧是收下了今天的一个阴线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来看文章 那么文章当中呢 是五支三板的标的啊 是要关注能否强势的三进士 市场的情绪呢 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每天通过六维战法 给市场打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当市场人气多方强的时候呢 则说明多方进攻意愿较强 资金和市场相对于高位的标的呢 有更强的进攻意愿 如果市场风险加大 那么短线高位的标的呢 就会出现多转空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高位人气的标的 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也会更高 那么像今天 如果说一旦市场 如果说出现了较大风险的一个情况 那么像这种短线的高位标的呢 也会出现多转空的一个情况 像早盘的 比如说像这个横宝呀 或者是这个正平呀 早盘的这种标的 在市场当中人气都是非常充足的啊 但是如果说某一个 风险的情况出现了以后 那么这些多方的人气呢 之前在市场当中的多方人气 就会出现一个多转空的一个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像这种 连板或者是市场强势的标的 一定要有一个市场非常敏感的一个 敏感度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周三的一个BB大蓝金额呢 是没有出现大幅流出的一个迹象啊 只流出了13.65 包括北向呢 也是属于正常幅度的一个流出 说明消息面的利好呢 是降低了市场的一个空方形距 但是上攻的过程当中呢 是存在两个隐患 一个是成交量 没有明显的放量 说明多方人气呢进攻不足 另一个就是跳空缺口了 正常下方的一个缺口呢 都会进行回补 所以短期要注意上方20均线的一个争夺 也就是今天的一个最高点 3480点 以及下方3447点的一个缺口回补 都需要多方的成交量呢 有有效的支撑和配合 那么震荡区间呢 是在十字均线的3440点啊 那么高位呢 是在3480点 也就是对应的我们的一个二十字均线 那么今天指数的一个最高点呢 是达到了3480点的一个位置 正好是和我们的一个二十字均线 做一个互相回应 那么下方的一个低点呢 是3454点啊 但是很可惜 如果说今天的能够回补3000 达到我们的一个 这个下方的一个十字均线的位置 能够回补达到3440点以后呢 那么再形成反弹 那么市场呢 将会更加有利 那么下方的缺口 如果没有回补的话 指数进行上攻 那么市场呢 一定会觉得啊 下方的缺口 如果再进行回补的话呢 那么冲高以后 还会形成回落的一个走势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早盘的时候 指数能够形成上攻 达到3480点以后啊 达到最高点位置以后 在午后 结果是出现了市场情绪的一个变化 就是为了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资金呢 防止回补下方3447点的一个缺口 所以在打到24线以后呢 市场的多空双方的情绪呢 空方情绪 在这个位置 觉得市场呢 可能即将要回补下方的一个缺口 所以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来看文章 那么在六维战法整体的一个评分当中呢 是打了一个4.3分 对应的是四成左右的一个仓位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每天都会通过六维战法 去给市场打分 因为市场当中正层面是最重要的一个 影响市场的一个方面啊 那么市场的正层面的一个利好和利空呢 都会对我们的一个消息面产生影响 那么当市场的消息面产生影响以后呢 利空的消息将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人气面 那么利多的一个影响呢 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人气面 当市场的利好消息增多了以后呢 那我们的市场人气呢 同步也会增强 当利空消息多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市场人气呢 同步也会降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新闻联播啊 或者是看消息面去进行操作的一个原因 当市场的人气面升高以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资金面 人们的这个购买意愿呢 就会增强 那么我们的资金面呢 就会形成市场的一个流入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么股市啊 或者是标的的上涨和下跌呢 都是和我们的一个资金面 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利好的消息影响人气上升 那么资金面呢 进进场 那么我们的股市呢 就会上行 那么如果说 我们遇到了利空消息比较多 那么人气面呢 就会下行 那么资金面呢 同样也会下行 卖出的这个操作多了以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整体的市场呢 形成震荡或者是下行啊 那么资金面呢 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技术面 那么之前呢 每天都会和大家分析这五条军线啊 五日线 十日线 二十日线 三十日线 以及六十日线 那么五日线和十日线呢 是作为短期的一个指标 去做一个运用 那么二十日线和三十日线啊 是作为中长线 那么近期来说呢 指数呢 是站上了这个五日线和十日线 说明短期的市场情绪呢 有反弹的一个需要 但是二十日线呢 是一直没有跌破的 也就是说二十日线和三十日线 作为中长线的一个指标 目前呢 暂时还不是特别明朗啊 所以整体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打分呢 是打到了一个四分啊 因为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上攻趋势 但是很可惜 上方的二十日线呢 今天在今天呢 依旧是没有突破 包括我们的一个基本面 基本面呢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那么像指数 为什么在3550点的位置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 那么3550点呢 是之前的一波 从这里开始啊 从这里开始看的话呢 345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线 也是多空双方进行强烈争夺的一个信号 市场想要走强 那么必须要突破上方的一个重重压力位 那么带把图形给放大给大家看啊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之前的一个3550点的一个位置啊 在这里的话呢 是之前也是之前的一波 起稳上攻开始进攻的一个起点 那么进行了一个多空双方的转换以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压力 所以指数啊 想要再次进行上攻 走出一波强势的上攻形态的话呢 必须要突破3550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目前在3550点下方呢 都是属于一个防守的一个区间啊 这也是为什么基本面整体的打分 并不高的一个原因 那么像这个人气面呢 是热点 是这个动 人气面是多方人机不足 直达四分 直进面呢 是属于正常范围的一个流出 没有出现大幅流出的一个迹象 维持五分啊 技术面呢 是由于站上了五字线和十字线 下方呢 形成了跳空缺口 短期内这个缺口呢 是终将回补 所以今天在冲击到3480点的时候呢 是有资金开始进行出逃啊 或者是技术性的啊 进行风险的一个规避 那么成交量 缩量上攻也是两个隐患 所以是打了一个四分 基本面呢 是3500点啊 依旧是整数关口的一个压力位 属于防守区间 维持三分的一个评级啊 那么看完了文章呢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 涨停板的加速啊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加速呢 可以说是不是很高啊 是只有50多家 那么这50多家标的呢 我们同样啊 是一支一支的来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比较强势的啊 上攻的一些标的 我们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么视频开始之前呢 还是来讲一下我们整体 涨停战法的一个实战运用啊 那么整体的一个涨停战法呢 主要是作为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选择思路 每一次去上车的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六维战法 比如说六维战法 目前整体是维持四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我们呢 只可以上两支标的 每日标的在上一支新标的的时候呢 只上两成的一个仓位 原因呢 也是对于风险的一个防范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任何任何的时候 都要把风险控制给放在首位 那么像这种强势进攻的标的呢 一板和二板呢 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 基本上是选择到强势进攻三板以上的标的 在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 去观察它能不能够走出三进式的一个可能 走出三进式的一个可能以后呢 才开始是这个后期连板的一个起点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市场当中可能会出现 三连板四连板五连板六连板七连板 这种强势的标的 但是一旦想要突破这种强势标的 必须先走出三连板以上的一个强势上攻信号啊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把这种祖生连板或者是走出祖生浪或者是创下历史新高的这种涨停标记呢 放在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呢 去做一个讲解和关注 那么涨停呢 是多方人起达到一个顶点的一个极致啊 那么跌停呢 也是空放人起达到顶点的一个极致 我们每一次去上车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是在正负的正幅的三到五个点以内 我们才考虑去上车啊 如果大幅的这种高开呢 阻力呢 可能会有输货的一个可能啊 并且当天的获利点呢 和震荡点呢 也是不成正比的啊 那么如果说当天上车就出现了一个较大的一个啊 波动范围该怎么办 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 如果有机会啊 再次出现低开 那么也是一定要选择先下车 在任何任何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一定要记住 把风险防范放在所位 那比如说像今天的一个正平啊 正平呢 今天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但是当天上车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从早盘的冲击涨停到午后的啊 几乎要达到跌停的一个位置 那么当天正幅呢 达到了18个点 那么早盘上车呢 当天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打压 也是市场出现了一个较为不正常的一种情况啊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把风险控制放在所位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去上车 只让大家去上两层仓位的一个原因 因为只有两层的一个仓位 即使是出现一个11个点的一个波动 那么对于你整体的仓位来说呢 可能也只有2到3个点左右啊 那么这2到3个点的损失 并不会影响你的真正的一个心态 如果说你是满仓去上一只新标的 即使你非常非常的看好 你去满仓上一只新标的的话 如果当天出现了10到11个点的一个振幅 那么对于你整体的仓位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这个时候呢 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不忍心 或者是不愿意去选择下车啊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亏损的幅度太大了 对他的心态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 我们每一次去上车一只新标的的时候呢 不仅仅要把我们的这个盈利啊 不仅仅要看到盈利 同样呢 也是要把风险放在所位 只有你把风险控制好了以后 你的心态好了以后 你才能够严格的执行你的操作策略啊 如果说你上车的仓位太重了 那么可能你会因为不舍得 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不舍得去下车啊 当你不舍得以后呢 如果一旦再出现较大幅度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被动 那么如果说你每次去上车 只上两层的一个仓位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游刃有余的一个现象啊 即使它出现较大幅度的打压 对你整体的仓位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同样我们说完上车了 我们在选择下车的时候呢 也是有严格的一个纪律啊 那么第一个纪律下车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五字均线 那么比如正常的标的 它在走出一波主身 或者是上弓连板形态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不会跌破五字线的啊 如果说它跌破了五字线 那那么可以作为第一个下车的点位啊 那么第二个下车点位呢 就是当天上车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比如说五到七个点的一个打压幅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作为第二个下车点位啊 那比如说当天的一个正频啊 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那么当天上车呢 也是没有机会下车的 那么只能等明天 如果再出现今天上车 结果明天再出现打压的一个情况呢 也是要选择下车 在任何时候呢 都一定要把封控给放在首位啊 这也是一直和大家说的 要想做这种涨停的 或者是市场人际比较充足的标的 里面的多方人气呢 也是进行一个转换 那么一定要把封控给放在首位 封控控制好了 你的执行力到位了啊 然后再去考虑做这种强势的标的 所以很多新的朋友在每一期 为什么每一期视频呢 刚开始都要和大家说 整体涨停战法的一个实战运用 以及它的一个新法 那么就是担心很多朋友呢 觉得啊 这种标的啊 选择了以后呢 就要进行试一试啊 或者是新法没有搞懂啊 整体涨停战法的一个实战运用呢 也没有搞懂 结果呢就轻易上车 结果上车了以后呢 就出现大不大的一种情况 这种极端的一种现象啊 结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 所以大家在刚开始关注的时候呢 一定要以学习为主啊 那么很多朋友呢 也是经过了一个几个月的一个学习啊 从去年9月份开始呢 就开始录制涨停战法的一个系列呢 到目前呢 已经有5个月的一个时间了 那么很多朋友呢 也是反向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啊 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收获啊 所以刚开始在市场当中呢 一定不要着急去考虑啊 去考虑赚啊 或者是觉得市场当中 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状况 其实不是的啊 在市场当中任何时候呢 都一定要把风险啊 一定要放在首位才可以 那么宁波建功呢 这波其实是和这个浙江箭头啊 整体的两只标的呢 走的也是非常强势的两只标的 也是由于这个大基建呢 是由于板块的一个利好 所以呢 是两只标的都形成了一个 早盘开发一字板的一种现象啊 那么这只宁波建功呢 目前也是走出了一波 主声浪的一个上攻节奏 风担手作呢 依旧是有50万手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势啊 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来 那么像这种手板呢 暂时就不做关注了啊 同样涨停战法呢 是做有一个第三个 必须要执行的一个铁律 也就是三天不创进去新高 那比如说像之前啊 有一只红润 也是之前上车的一只标的 三天呢 都没有创下进去的一个新高了 那么必须就要选择下车 因为这种强势上攻的信号啊 它多方的人气 其实转换呢 是比较强烈的 如果说某一天啊 多方的人气之前是比较看好的 结果是有于某一点的一个利空 或者是机构进行一个种打压的 那里面的多方人气呢 将会转换成空方人气 因为里面的焦头啊 一直都是比较活跃的 当这种焦头比较活跃的这种标的 选择上车了以后呢 一定要对市场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一种集中度 那比如说我们每天去看BBD也好啊 或者是在盘中的时候 去看市场的一个风险 以及它的一个高位和低位的一个转换 都是为了防止市场发生转变的这种风险 那么很多朋友呢 觉得做这种强势的标的 不需要去看大盘指数 或者是不需要看大盘的脸色 其实这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找到这些强势的标的呢 也是和市场的人气有关系的 那么当大盘的市场人气强的时候呢 那么资金就愿意去上车这种强势的标的 那么当大盘出现风险的时候呢 那么可能80%甚至是90%的标的 都需要去看大盘的一个脸色 所以我们每天呢 也是去把这种六维战法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去判断大盘 以及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 那么这只吉祥呢 也是很可惜啊 没有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像这种标的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天呢 涨幅呢 是5.4啊 是不算的 从这一天开始 是这天是0.9 这一天呢 是2.12啊 0.6 三天了 这是0.38 四天 然后-5.04啊 受阳线五天 这一天是2.07啊 这一天是3.42 从这一天开始算 是不是走出了一个七连阳的一个走势 那么七连阳之后 以后呢 也和大家说过 七阳战法的实战运用呢 是在七天的时间 连续走出七根阳线 并且每一天的涨幅呢 都不超过五个点啊 那么这一种 就是标准的一个 七阳战法的一个 实战运用的一个走势了啊 那么 在走出七阳以后呢 将大概率的会走出一根 单根的阳线涨幅超过五个点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只云天话呢 也是走出 1234567 七连阳以后 再次涨停啊 那么为什么这一天没有算 因为当天的涨幅呢 是超过了五个点 正常的七阳战法呢 之前的一个涨幅呢 是不能超五个点的 如果超了五个点以后呢 那么就不属于这种 七阳战法的一个标准走势了啊 那么这只云天话呢 目前也是阻力介入的信号啊 也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么如何去通过我们的一个这个指数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这个K线图去和进行阻力和进行对话啊 原因就是当这些走势比较奇异的这些标的 有阻力进场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迹可循的 一方面呢 是下方的一个成交量 稳步的向上配合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完全走出这里 自己独立的一个上攻形态的一个走势 完全是不理会打盘的 那么像这种呢 都是阻力在底部开始建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像湖北一华 之前的很多的一个手版呢 我们暂时都是不考虑去关注的 一定要选择到 近期强势创历史新高的一些标的 那么这只中矿资源啊 中矿资源呢 也是在这个涨停 并且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也是很难得啊 近期的大盘市场这么的弱啊 它能够涨停并且创历史新高啊 也是说明自己走出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 一个走势 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面情况 股东总数呢 是4.5万 人均持股呢 是不到7000 净利润增长的200% 主营利润是3.9亿 主营增长率呢 这三只 这三个指数呢 都是为正的啊 也是不错的 那么突破了历史新高以后 为什么大家就关注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凡是能够涨出5倍 10倍上攻形态的这些强势表弟 首先一定要创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么只有创下历史新高以后呢 上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压力位的 一旦在板块形成了一个联动以后呢 那么整体的上涨空间呢 就非常非常大了 那么像近期的今天啊 包括这个稀有金属 整体的涨幅呢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也是对于这种中况的一个上攻 起到了一个助攻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涨停创历史新高呢 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啊 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啊 看他有没有给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安装呢 也是昨天的一个三进四成功的一个标的啊 昨天呢 一共是选择到12只标的 有7只标的是做了强势排名的划分 那么剩下的5只标的呢 都是三进四的这种标的 所以是没有给大家做这种强势排名的一个划分 那么就是要等他 看能不能够走出更强势的一个信号啊 那么首版呢 暂时是不考虑的啊 天鹅呢 也是昨天选择到三进四成功的一个标的 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只有三进四成功了以后呢 市场对于它的关注度呢 也将会更高啊 那么这辆箭头也是目前在车上的一个标的了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文艺也是首版 首版没有创进击新高的呢 暂时不做关注 城邦呢 也是昨天的三版进四版成功啊 也把它放在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来 到目前为止呢 涨停版呢 就全部都复完盘了啊 到目前为止呢 就没有涨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能选择到的标的呢 非常少啊 因为今天的涨停版 像昨天的这个涨停版市场情绪啊 就不是很强 今天呢 是只选择到六加标的 那么的六加标的呢 同样会做一个强势排名的一个划分啊 那么今天的涨停版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